为了鼓励学生多久人学习 东阳国小就首创舞蹈社团 让喜欢跳舞的学生们参加 贾安普长期因为舞蹈的实质不足问题 所以少有学校来开办舞蹈社团 这次校方是找到了当地愿意接课的舞蹈老师 来推动舞蹈社团 也吸引了许多学生 莫名参加 因为一下学生们跟随老师的舞蹈动作 跳得相当认真 每一个步骤都不马虎 东阳国小的学生利用午休时间 来加入舞蹈社团 加强舞蹈学习相当乐在其中 喜欢 为什么 因为老师教的方法很有趣 然后妈妈也让我参加 所以我也很 我觉得很开心 很有活力 跳起来很活泼 舞蹈老师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跳舞前的暖身步骤也相当重要 大家东阳国小为了鼓励学生多元学习 这学期特别首创舞蹈社团 贾安普长期因舞蹈师资不足问题 少有学校开办舞蹈社团 这次校方特地找到 愿意接课的当地舞蹈老师 来开成舞蹈社团 让喜爱跳舞的学生们自发性的报名参加 没想到一开课就吸引许多男女同学报名 反应相当热络 这很有趣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跳舞 我喜欢老师教的舞蹈跟方法 而且学得很快 教育应该不只是只有课本上 课堂上 其实提供多元的舞台给学生 来发展他的潜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像我们现在柯刚强调的 自发互动共好 因为舞蹈社是小朋友 他自发性的学习 他有兴趣的学习 所以他会很认真的去参与这个活动 那其实看到小朋友喜欢 我就很有活力 然后呢 我主要其实我教舞蹈 我就希望孩子能够认识自己的身体 然后去发展他的四肢 然后可以培养一个健康的观念这样子 鼓励孩子们快乐学习 校方掌握克刚所强调的 自发互动共好三元素 让孩子投其所好 自发性的摸索 也透过增设不同的社团 让孩子接触更多元的学习领域 接着让外台中采访报导